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国内特别流行加拿大的鹅牌羽绒服 我甚至也有朋友让我去温哥华帮着代购 大家好,我是顾女琼博士 这个周末,加拿大温哥华大鹅羽绒服专卖 搞了一个打折活动 门口有位华人妈妈被拖了出来 据华人妈妈的解释是 他们在前一天已经买了加拿大鹅业穿在身上 今天又来买了11件羽绒服 12件的钱 黄人妈妈也拿不出发票 只好和经理争论不休 黄人妈妈上去就要和经理干 结果当时被旁边的警察一脚车倒在地 立马戴上了手铐 随后主办方宣布 特曼立刻结束 所有人必须立刻混蛋 我不明白喜欢买大鹅人的思维 感觉也没多好看 本来也想凑热闹买一件 后来去法拉盛玩 发现满大街都是大鹅人 连路边中国车市上货的人穿的也是 我就再也不要了 不过也奉劝大家 没必要为了抢这个 就为了赚一点差价 房子里弄热一点 需要穿什么羽绒服呢 而且都说温哥华都是有钱人才住的地方 怎么也会这么搞 我去法拉盛买到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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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免质的地方 感谢观看